司法部長傅政華謝任 習陣營人馬唐一鈞和賀榮 分別接任司法部長和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 5月8日 孫力軍被正式免去公安部副部長職務 北京副檢察長趙偉強被查 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長嚴洪被傷開 內蒙自治區 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文被查 5月7日 上海洋普元法院院長任勇非被傷開 新疆原副檢察長李玉 被撤銷政協委員會資格 政法系統新一輪的清洗風暴正在延宵 5月8日 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在網站刊登公告 免去孫力軍的公安部副部長職務 公告並未提及孫力軍被免職的原因 4月19日 中共紀委監委的官方網頁 突然宣布孫力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中共公安部長趙克志 漏夜召開公安部告層會議 宣布擁護調查孫力軍的決定 趙克志在會議上通報 孫力軍被查 是因為他長期以來 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不知敬畏 不守紀律 肆意妄為的必然結果 不知敬畏這項罪名 在中共官方的通報中首次出現 觀察人士認為 這是孫力軍反襲的軟轉說法 公開這罪名 應該是習近平殺孫立威的做法 孫力軍曾經在中共前政法委書記 孟建柱的秘書 也是出身上海幫 孟建柱由江澤民和曾慶紅 安插到政法委系統 在2012年接替周榮康出任政法委書記之後 孫力軍就開始步步高升 2013年出任公安部一局局長 26局局長 以及涉及江系核心罪惡的610辦公室副主任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 成為公安部實權的人物 有知情人士對大紀元透露 孫力軍是江派人馬 也是倒閘勢力 孫力軍落馬 是習近平要解除對他本人的威脅 近期傳出政變風聲 也與孫力軍有關 也有說法指 2月武漢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孫力軍曾經前往武漢 坐鎮執行維穩任務 防民變 期間做了些殘忍的事 估計中共內部才知道 不僅如此 在香港反送中抗爭期間 孫力軍曾經進入香港 執行的是武力鎮壓 和秘密處決等多項殘酷行動 中紀委網站5月8日 引述北京市委監委消息 中共北京市檢察院副檢察長趙慧強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現年46歲的趙慧強 是山西洪洞人 早年畢業於中共政法大學經濟法系 之後就進入北京市檢察院工作 曾任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 通州法院院長 海澱法院院長 2019年3月 趙慧強回到北京市檢察院 任副檢察長到現在 在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 趙慧強在海澱法院任職期間 爭議較大的快報案 由海澱法院一審宣判 2016年1月7日和8日兩天 海澱法院曾對快報涉謊案 進行過公開開庭審理 但是快報的總裁黃恩 在法庭上把公訴人提出的控罪 一一否認 當時在持續兩天的庭審過程中 公訴人和辯護人以及被告 唇槍涉劍互不相讓 辯護律師就一直質疑 公訴方的程序存在很大漏洞 認為黃恩很冤枉 經過8個月時間 黃恩等人 就突然出現認罪悔罪的大轉變 大家都認為他們是被認罪 很多人擔心 他們是否受到酷刑或威脅 趙慧強在北京通州擔任院長期間 因為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追查 還被海外名為網多次點名 中紀委網站5月8日消息指 西安市委平安辦員主任 市公安局原黨委委員 副局長嚴洪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通報說 經陝西省紀委監委指定管轄 陷阳市紀委監委對嚴洪 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 經調查 嚴洪在幹部職務晉升方面 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 違規從事盈利活動 為涉黑惡勢力做保護傘 涉嫌貪污受賄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 巨額財富來源不明犯罪 通報強調 嚴洪在中共18大之後不收臉 不收手 甚至在中共19大之後 依然不知停止 不知敬畏 性質惡劣 情節嚴重 應該嚴肅處理 涵洋市監委已經將他涉嫌犯罪的問題 和所涉及的財物 依送檢察機關 依法處理 通報所付的簡歷顯示 嚴洪 1964年6月出生 陝西西安人 長期在西安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支隊任職 2015年8月起 任西安市公安局黨委委員 副局長 仍是偵查支隊 市刑政局的黨委書記 支隊長 局長 史達克辦主任 2019年1月 任西安市委平安辦主任 政局級 市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2019年12月27日 避免去西安市委平安辦主任 市公安局黨委委員職務 2020年2月25日 避免去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長職務 2019年6月 大陸媒體就曾報道 中共西安市委平安辦主任 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長 西安市公安局掃克辦主任 嚴洪 政局級 近日在西安被有關部門帶走 嚴洪擔任西安市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認政局黨委書記局長期間 因積極追隨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 被海外名為網多次點名 8月5日 中紀委網站 據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內蒙古自治區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張文 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簡歷顯示 58歲的張文是山東省榮城市人 自從1985年開始 長期在內蒙古法院系統工作 歷任內蒙古自治區 高級法院書記員 助審員 審判員 告新庭副庭長 研究室副主任 主任 2000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間 先後出任內蒙古自治區 烏蘭策報盟中級法院院長 爆頭市中級法院院長 埃爾多斯市中級法院院長 2016年1月至今 任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 兼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內蒙古自治區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紀委網站5月7日消息說 目前 中共上海洋浦區法院黨組書記 院長任勇非被調查 經市紀監委決定 任勇非被開除黨籍 開除公籍 他涉嫌犯罪問題 而送審查起訴 官方通報說 任勇非涉及所謂不忠誠 不老實 搞兩面派 做兩面人 作為楊浦區委政法委副書記 和區法院主要負責人 來令自訓 私底下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請託 幫他們違規干預插手有關案件 實際上 已經淪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又說他公然發表違背中央精神的言論 嚴重背離習近平的要求 二年57歲的任勇非是上海人 在上海司法系統工作了34年 由1985年7月起 在上海高院工作接近22年 2007年1月起 任勞灣區法院副院長 審議會委員等 上海市高級法院審判管理辦公室主任 審議會委員 辦公室主任等 2016年4月起 擔任楊浦區法院黨組書記 代院長 院長等職務 2019年10月21日被調查 在他落馬的前後 上海政法系統連環出事 2019年10月23日晚 上海市公安局 楊浦分局副局長 岑宏權被調查 10月28日 中共上海市楊浦區委前常委 區委政法委書記盧嚴 被傷害 並且移交司法 而早前上海有多名司法系統的高級官員被查 當中包括上海市前檢察院檢察長陳毓 上海一中院前院長潘福仁 上海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前黨組書記 檢察長葉青等 任勞飛和陳毓有瓜葛 在1995年至1998年 陳毓任上海高院副院長期間 是任勇飛的上司 5月7日 中共政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第十一次會議 通過關於撤銷李玉等委員資格的決定 通報說 新疆自治區十二屆政協常務委員 自治區檢察院原副檢察長李玉 存在嚴重職務違法問題 決定撤銷李玉的政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第十二屆委員會委員資格 同時撤銷他的政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資格 並且由自治區政協十二屆的第四次會議 被案確認 3月31日 李玉已經被免去新疆自治區檢察院副檢察長 檢察委員會委員 檢察員職務 據大陸媒體報導 2014年9月 李玉作為中共司法部的官員 由北京到新疆自治區 界獨管理局掛職副局長 3年後 留在新疆檢察院任職